因为我一直很强调 我自己是月光族出身 所以我会争斗很多的小资组 我会告诉他们 你不要去买XX的ETF 是对小资组来讲 你钱就是这么少啊 本金就是那么低 我会建议他还是要买这种 所谓的XX的ETF 脑袋决定口袋 口袋决定自由 嗨大家好 我是楚狂人 欢迎收看财富狂奔 你想要让自己有钱的方法呢 不外乎就是开源或者是节流嘛 但是我们老实说 你想要靠节省 省出一个大钱 省出省成大富翁 说真的是天方夜谭啦 那只能在领月薪的工作以外 再要想办法开源赚更多钱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钱 今天节目很荣幸邀请到 理财专家郭立芳 他以前是个买名牌 不手软的月光族 直到有一天 被他妈妈的一句话点醒以后 才开始学投资理财 那身为四宝妈的他 我听到我觉得非常尊敬 也因为小孩呢 让他有一个甜蜜的负担 所以说 但是也让他的财务负担有更加重 他今天要在节目里面 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是怎么样靠着 简单又有效率的投资理财方法 除了养大四个孩子 还可以帮自己走向财务自由之路 欢迎今天的来宾立芳老师 哈喽 九十二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想要问第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都很尊敬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有四个小孩 然后还能够不被 就是可能奶粉钱啦 或者是补习费啦 给打垮 然后还能够走上财富自由这样子 就让他们吃土啊 妈妈吃大餐啊 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 开玩笑开玩笑 其实我真的是 生四个小孩 绝对不在我原先的人生计划里面 但是呢兵来降党嘛 就是既然有了就把他生下来 要负责任这样 那慢慢的呢 我其实有一些自己的方式 就是我在年期的时候 刚刚主持人有说 我原先是当月光族 的确我大学毕业 当了两年的月光族 而且我在做财经领域的工作之前 我是在流行杂志上班 那很危险 你不小心就耳濡目染 我每天都在参加这种活动 新品的发表 什么彩妆的发表 每天只要穿的漂亮漂亮 然后做各种计程车 出没在各个饭店 然后的那种发表会上 名品发表会上 所以我们很容易 就会被那种名品 尤其是对记者 他们折扣是更高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比 一般人更容易拿到名品的折扣价 不买都对不起自己 感觉对不起自己 而且大家都是这样买 所以你会觉得习以为常 那后来实在是 当了两年月光族之后 真的不行之后 我开始就是有一段 痛定思痛根 开始记账 开始去春签的过程 那时候你妈妈跟你说了什么话 那时候是因为我大学 我就是自己要打工 我是半工半读的 那不是因为我家境非常的艰难 而是因为我大学的 自愿乱填 我的落点是在国立大学的成绩 但是我乱填自愿 填到私立大学 所以我妈妈傻眼 高中导师也傻眼 那后来我就自己负责 以示负责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国立大学学费是一学期一万多 私立大学是四万多 将近三倍 那我就跟我爸妈说 好没关系我自己闯的祸 我自己负责 所以我就从大学 我就开始自己打工了 那我当年开始打工之后 我就打各种勾 基本上很少在读书啦 因为我念的是传播系 一直都在打工各种勾 然后我过年都还可以包红包给我妈妈哦 在我大学时候 没想到我大学毕业后两年 就是开始领全新的工作 然后有两年都没有包过红包给我妈妈 那妈妈这种生物就是这样子 以前你有给我 现在你没有给我 我就会介意 要不然你就从头到尾都没有给我 所以他有一年实在受不了了 他就跟我说 啊你也很奇怪 像讲台语我们南部人 他说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打工 领的都是这里领一点 那里领一点 你还能够 嗯 去每个每一年包两千块红包给我 怎么你毕业领了全新之后 你自己反而都 我就说我的差价都不够啊 我还要缴房租啊 我要自己吃自己住什么什么 我根本花不够我怎么可能 后来我妈妈这样讲 我就想也对 那到底我的钱 因为我赚的钱的确是比我大学时候多 嗯 那我钱到底花到哪里去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然后我就开始记账 记账一记就不得了 一记之后才发现 我连钱花到哪里去 连记账都记不起 为什么 因为我当年薪水两万五 那我的房租六千块 换句话说 我每一年 每个月有一万九可以花嘛 可是我们怎么记 记了两个月哦 大概就是总花费 大概就一万三一万四 我连记账都可以记漏 所以钱不见 钱不见 所以后来怎么办 我就是把钱拿去做零存整付 早年在姐姐年轻的少女时代 还有零存整付这个东西哦 那当年的利率也还不错 所以就开始这样子开始起动 然后后来去做定值定额的 基金的投资 才开始翻转 那我只能说 我觉得我去能够一路走到现在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储蓄率很高 而且我会很想办法的去开源 我很少会去存 会去花我本心 我都是花我本心以外的收入 OK 反正就是额外多赚的 然后把它花一花 但是本心尽可能存起来 尽可能存起来 我才能够累 比别人那些投资的本金 什么的本金累的比人更快 我想要请教你的是说 你第一个做的 理财投资的这个你是做了什么事情 OK好应该是这么说 我不是跳到财经领域才开始投资 我是当年在女性杂志流行杂志的时候 我就开始投资了 好那我当时就是对基金很有兴趣 当年呢 这个基金的定期定额还不是3000块一笔 是5000块一笔 好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 好那我印象很深刻 但是我会觉得说 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当我开始投资 然后选了这个基金 然后那时候市场都是往上涨了 都是好的 所以代表就是那一两年 我的基金其实都是赚钱的 我奠定了第一次投资了 选择了这样的工具 而且是让我赚到钱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让我在后来觉得投资 真的是可以帮我自己 除了工作之外 帮自己加薪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工具的一个主因 所以一路到现在 所以你到现在都还是以投资基金为主 没有 当然后来到了我的财经媒体之后 我开始就台股啦 像现在很夯的ETF 其实我都有 然后美股的ETF我也都有 OK 小朋友大家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是房子跟小孩选一个 对 然后然后那你有四个小孩 代表说可能你已经 父亲四个房贷的那个概念 对 所以那怎么样才能够 坚固小孩除了让他们吃土以外 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顺利的长大 然后还能够自己存到钱 你是有做哪些一般人比较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从来不会以我的小孩做第一优先 我在理财这件事情上 当然小朋友的教育军要存 可是我觉得不会把我所有手上所有的资源 全部拿来为孩子存更好的未来 我一定会有一份是留给我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我 我跟一般的父母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像帮小朋友买保险 我也都是买最基本的保障 我不会帮他们买就是很过分的那种 很什么都要买好买期 然后你会发现 因为我自己后来做财经杂志 我会接触到很多的读者 那我就会发现说 很多的爸爸妈妈帮小孩买保险 他们自己的年交保费可能才2万 可是帮孩子买就随便5万 但完全是搞错了 当然不是只有说 孩子的年代买的保险商品的 实在是比较贵的 而是我觉得父母本身才是做 就是经济赚钱的人 他万一倒下来了 他才是应该保障做追逐的人 孩子真的是买最基础就好了 那我在这样子的观念上 我每次 比如说帮我小朋友存教育金 我也是拿他们每一年领到的 这个所谓的红包 那红包 那每个月30003000 去帮他们做定期定额的投资 剩下如果不够 因为每个孩子3000 一个月3000 一年就是36000 那假设他们的红包是2万块 剩下的16000 就是妈妈自己来帮他投资 把钱补足 那就做这一块就好了 然后大学 就是绝对 我觉得是够用的 我也会用一些比较经济的方式 比方说学校 他要去学那些产业 或者要学一些什么 课后的一些产业班 那其实学校 公立学校后面都 就是放学后 都有一些课外社团 那个一学期 顶多3000多块 就可以了 OK 所以说你的想法是说 就好像在那个 我们看那个非安影片 都是先照顾好你自己 再照顾好你的小朋友 所以说你的概念是 从这边一以贯之的 一以贯之 对 而且我不会偏废 就是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不会完全就是偏重这孩子的部分 就现在其实很多人 他起码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甚至是 就是家里可能没有他准备 他可能自己还要去学代 所以等于是让你小孩 起码不用担心学代这件事情 这就差很多了 对 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也是一个操作的高手 他是说呢 他爸爸跟他这样讲 我没有留债给你已经不错了 然后呢 他也预计把这个东西 当作他们家的家训 是 没有留债不错了 留钱你不要想太多 对啊 真的靠自己 我觉得有时候你给孩子太多 他反而就是 容易养出 不知道感恩的孩子啦 张开眼睛 是个孩子的补习 办案清费 固定每个月的开销就在那边 就是钱坑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会很努力说 那我应该可以去哪里找钱 可是你知道媒体工作 其实他的加薪的幅度 非常的有限 那我只能靠投资市场里面 去赚钱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有感受到那个压力吧 所以后来我在投资 个人的投资上 我觉得反而是 给我了一个动力 就是养孩子是给我一个 一个动力去 很努力的去 想办法 透过投资来赚钱 那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做了哪些事情 好但是其实 虽然这样讲 也没有比别人更厉害 我觉得我唯一 比别人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有坚持 持续投入这件事情 而不是我今天不会说 今天最近AI涨很多 然后我就追 回答的股票 然后我或者是 怎么样不会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就是有 有自己的观察 那我觉得好的标的 我就会持续的投入 那当然如果我看错了 我也会修正 这就是淬炼 你出一些新法 那我最主要的就是说 像我从1997年 大概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是从 这个定期定额投资 我真的觉得 我当年选的是 那个美股基金 然后还有全球股票型基金 那没有选台股 然后来这几年 其实会比较大的 不会放在台股基金 我觉得台股基金 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唯一做到的事情就是 我不管是扣三千 扣五千 孩子的户头 或自己的户头 我一律 都是会持续的扣款下去 我不会说 我今天哇 这一档已经 赚了四十趴五十趴 我就把它 获利了结 然后我来等 下一次台股 跌下来的时候 不会 我不管台股的位置 是在一万点 或两万点 我都做到 持续投入这件事情 我也不会觉得 哇现在两万点 应该很高吧 我应该等它跌下来 你永远 我的理论是这样 就是我所有的钱 一定都要进到 这种资本市场里面 才能会去做 有效率的运用 钱才会涨大 我钱把它 Cash out出来 获利了结出来 如果我没有更好的 标的去投入 我钱也只是放在定存而已 我放在银行里而已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是一个 没有效率的做法 那我问一下 如果说你可能 刚好去接了一个活动 或者说是怎么样 刚好领了一笔大钱 对 那你会直接这笔大钱 也一直直接O in吗 还是你会分批 我基本上会分批 比方说像年总奖金 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 寄奖金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一笔 让我意外的收入进来之后 我就会看当时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自己 做投资很多年 我可能会有 我自己的观察的个股 或观察的ETF 那我不会 比方说我这次是30万 我不会把30万 一次O in在现在 而是我可能把它 30万分成 就是三笔 10万10万10万 然后把它丢 放进去 我认为不错的标底上 我也会做分散 我不会O in 然后第二个 就是这些年 大概这七八年开始 我就是有分散 就是把一些部位 放到这个ETF的投资上 那ETF投资会分两块 一个就是稳稳的 去赚配息的部分 那像现在很多高股息的ETF 我大概这两三年 比较多的比重会 放进这种季配型的 然后像去年前年开始 去年开始有 月配型的商品出现的话 那我是自己 是因为我自己想要55岁就退休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 剩下几年 我要去做这方面的 未来退休后 我再还没有领到 我的劳保劳退 因为我再怎么样 都60岁才能领 那这中间的空窗期怎么办 我就打算用我的这种 高股息的ETF的领股息的方式 先来去预备我退休后 提早退休后的 这个部分的现金流 所以我去做这个部分 这个我好奇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 就是要预期退休的那个年龄 那你现在先领出来的钱是 是什么会再投进去吗 还是怎么样 不会耶 对我就是因为 有的是一季领一次 那有些累积到一定 张数很多的话 我可能一次 我就可以领到可能一两 光一个标的 我可能可以领个一万之类的 那这个其实我都是一直放在我的 那个证券的账户 然后我会等这些的ETF 或这些标的 一旦有一波像之前四月 有跌下来一点 有一些ETF的确是有跌破 我当时会评估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可以进场的价格 那我就会把那些钱 然后就去投 所以说你还是会做价差 然后那也会持续的定期订 就两边同时跑就对了 对两边同时跑我都会做 所以不管ETF 股票大概是类似的做法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多就是我 我可能从以前做外币 因为我后来做记者之后 我有跑就是银行线 所以那时候我之后接触 美金算蛮早的 所以我那时候从台币对美金 大概那时候34块 一路我最低最低买在27块多 所以我就会知道 就长期来看 大概30或31这个价位 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所以只要低于29以下 我就会买很多美金 然后大概我会卖出 我也不会等到34块才卖 我大概32.4.5以上 我就会陆续把我的美金换成台币 对一旦美金 因为这两几年都没有 但一旦到美金一路的往下 就是可能贬值到对新台币 29以下 28我都会 就又再把我的新台币 拿去买美金这样子 OK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也有自己有统计过 过去40年吧 大概就是台币对美元 中线就是31 只要过31 31.532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美元比较贵 那如果31以下就是台币比较贵 所以说光是30块买 32.4卖就8%了 对啊没错 对只要来回就是可能几年弄一次 这是额外多做 因为不需要特别干嘛 所以这个外币老实说 如果你懂操作 你懂那个区间 我刚刚有说嘛 29以下 然后32块 其实就3块 那就是等 我可能等个两三年 好有时候快 很快就到了 有时候你可能要等个三年 但是我觉得3块 那其实也是十几%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 不用额外做功课 不用对 而且基本上台湾不太可能 搞得像什么阿根廷啊 什么那种整个货币乱七八糟那种情况 所以说大概这个区间跑不掉 那这算是十拿九稳的钱 对好啊最后一个是 我觉得我是大概这三年吧 2022年台股很不好嘛 然后这三年才有的新法 就是我发现 我自己也认识很多的投资打人 那他们每次在FB上 又po很多他们的投资新法 某一档然后赚三倍 某一档赚两倍 我就会想说奇怪 我投资也这么多年了 怎么好像我过去 就个股的投资 几乎很少有翻倍的 很少哦 那勉强就是一两档 大概90几%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我抱不住 当我觉得说 现在可能 我只能赚80几% 我觉得可以了耶 我就把它获利了解 cash out 或者是像我每一年 我可能会想说 要带小朋友去出国 暑假去玩一下 那我就会把我手上有的 盘点一下 我现在手上有的 那哪一个可能获利比较高 然后我就 我的旅费就从那一档的 就是然后 就提款 提款 所以我几乎都没有抱很长过 但是呢 只要我 我有去回 会去看过我过去的成绩 如果我那一档有抱住 的确我也可能 拥有那种赚两倍 穿三倍的股票 可是我都没有 抱住 对 所以你后来有做 有我现在 肯定思痛 我现在就在想 我如果还要再把它 赎回的话 我就会认真的去研究 它的过 那个营收的状况啊 什么什么的 我要去确定 它的基本量 基本面的确是有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好了 我才会愿意把它卖掉 要不然我就会想办法 去从别的地方卖 而不是因为如果它基本面还看好 那过去的确它也赚了一倍了 那代表它的股价一直都有在表现 一定是公司够好嘛 那投资人 我们才可以赋予它那么好的股价啊 那如果在基本面没有情 没有变差的情况下 然后甚至它越营收 它未来的也是看好的 我当然就是要续抱它 因为我现在可能只有90% 可是我可能明年的辞职 我可能有到120% 也说不定啊 嗯 再来就是想要聊一下 高股息ETF 因为刚刚有听讲说 你也有持续有在做高股息ETF 嗯 那现在也是大家人手一张 对 台湾有800万人都是有 有在买这个东西的 以退休为目的的投资 那怎么样是一个 你认为比较适合 一般投资人的一个 高股息ETF的投资法 很多时候啊 我们常常就会发现很多的 这ETF 很多的行销的话数啊 比定存还稳定啊 然后怎样怎样 可是其实真的 这些高股息ETF 都不是等于定存 尤其今年 很多的高股息ETF老牌的 嗯 那因为它如果再不提高 它的配息金额 它很多的资金都被 新的ETF吸去了 所以它的基金的规模 可能也在流失 所以变成老牌的ETF 它也现在突然变得 配很高 可是它一次的配很高 不代表它未来都还是配很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我想提醒大家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股息的ETF 就是这个跟定存一样 但是它真的不是定存 实质上不等于定存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做价差 我建议你也不要 去挑选高股息的ETF 因为有可能你卖掉之后 你就买不回来了 我在今年第一季跟 卖了蛮多张 我觉得很不错的 那个高股息的ETF 因为我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卖掉了 我等它股价再跌下来的时候 结果台股就一路的往上走了 也没有再回头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双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提醒大家一下 你卖掉 那问一下 那你觉得要怎么样赚到价差 它的标的应该是什么 如果不是高股息的话 我觉得我会去看 就是看这个ETF的净值的表现 我就会选择那个波动比较大的 我才会去做价差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真的是 很多人都会有的 现在很多新发行的ETF 所以他们会告诉我说 现在净值才10块15块 所以很便宜 但是很便宜不代表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那很便宜也不代表 它未来是有机会 真的可以配出这些相关的 它号称过去回溯历史表现 然后我可能可以配出8%或9%的 这个是不是同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这个基本认知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配0.7的一定比0.6好吗 不是 而是你应该把配息金额去除以 这个ETF的净值 算出来的配息率 而且是要年化的配息率 所以年化配息率平均来看 比较高的 那才是你的好选择 那现在我觉得大家 网络的资讯也很多 然后功课大家也要做一下 就是年化配息率的高股息ETF 大概10%以上 其实大概有三档四档标的都有 10%以上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 自己好好的选一下 那不管你对哪一个有兴趣 你都应该要先去了解 这档ETF它背后的选股逻辑 那它follow的所谓的 benchmark是哪一个 对吧 你不能拿A跟 就是拿橘子跟苹果B 那你用那种传统型的老牌的高股息ETF 去跟那种标榜有科技的 这种相关的ETF来去比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哪一个 你应该先了解这档ETF的 这个选股逻辑 你认同了 才考虑去买它 那考虑了之后呢 接下来要比的是什么 因为高股息大家在乎的就是 你的配息能力 那配息之后 息配出去能不能很快填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考验 所以我会在意的就是说 这个高股息ETF它宣布它的配息 而且当天的储全息之后 它大概有几天 多长的时间的填息能力 而且不是看这一次而已 你看它过去四次 比方说一季配发一次的 你至少看它过去一年的填息能力 如果是每个月配的这种 你至少看它过去半年的 每个月的填息能力是怎么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从年化报酬率跟 这个所谓的配息率的交集 去做选择 这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会讲 有一个好没两好 真的没有那个ETF这么厉害 它年化报酬率又很漂亮 然后它的配息率又配的特高 我觉得这是奇葩啦 那你要去选 要嘛你就是那种年化报酬率 是很好的 像去年表现最好就是00915 它表现很不错 可是今年以来 表现最好是00919 可是目前00919 现在也才到6月嘛 我不知道它这样子气势如何 能不能延续到年底 不知道 可是如果拉长到一年 还是915表现 915或918表现是相对好一点的嘛 所以你要去从这个年化的报酬率 去选择一个 你觉得它过去一年 表现还不错 然后这个配息率 年化的配息率 也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啦 你不要去选最高 因为你最高的年化配息率 可能不是最好的年报酬率 所以你这中间取一个交集 那你自己可以接受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提醒就是 如果你是要选择高股息的ETF 真的心不如旧 那旧的ETF 它过去已经有配发的 而且它就是怎么讲 新的ETF升不逢时 因为它现在 它上市的时候 什么台股的很多的股价都是贵的 那旧的ETF 它在去年或今年即使换股 它手上还有蛮多的 已经如果即使换股 它也有已经实现了 这个所谓的 价差的这个收益吧 那或者是它现在手上 平准金 对 然后以及它现在持有的标的 可能它的进场 它如果没有换掉的话 它进场是去年的 它买的是股价比较便宜的 所以它比较有这个能力 跟这个本钱是可以继续配出 好的配息的 OK 那有哪些呢 好 我这边呢 就是现阶段 我除了高股息的ETF之外 那我就会还有其他的 因为我一直很强调 我自己是月光族出身 所以我会针对很多的小资组 我会告诉他们 你不要去买高股息的ETF 因为我是已经打算想要退休 所以我会有比较多的部位 去分散在我的高股息ETF 可是对小资组来讲 你钱就是这么少啊 本金就是那么低 我会建议它还是要买 这种所谓的市值型的ETF 那所以市值型的ETF 我帮大家挑了两档 一个是也是很老牌的006208 富邦台50 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新的 一个标的 那我觉得它上市以来 表现也还不错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 半年才配一次 是00923群艺的台 ESG的低碳50这样子 那这个先进殖利率 因为它不是以配息为主 所以它先进殖利率不是很高 可是你看那一年的这个绩效 其实也是很不错 那接下来的这个大概六档 有三档是很老牌的ETF 我刚刚在节目上也都陆续已经有讲了 就是00915 00918 00919 这个是我这些标的 我基本上我都有 那我就是个人是从它的配息率跟它的过去的绩效表现 我个人是还蛮推荐的 那另外下面这三档是我刚刚讲有结合所有标榜科技 然后又是有所谓的好的配息的部分 那00929我觉得这个也是国民ETF 大家很多人也都有了 那另外00935跟00946 那也是我大概今年以来新的一个选择 那可能我对这几家公司 他们的台股的怎么样 台股的操作团队 因为我同时也有买他们的基金 那过去几年 我会觉得他们台股的操作团队 其实也选股能力也是很蛮强的 所以ETF有所谓的跟他们benchmark会 会去有相同的选股逻辑 所以你会建议说就是尽可能搭配起来吗 我觉得如果你是小资助 你下面的配息型的这六档 你不要考虑 你就是这两个 如果你有定期定额 你就这两个都各扣一点 我觉得是OK的分散 你不要去高股息的 那如果像我们的年纪四十几岁五十岁 以后的人呢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配市值型的 跟高股息的ETF 那我觉得大概是一半一半 不是全部配 这些标题是给大家参考 没有要你每一档都买 如果你财力很够 你就每一档都买 如果没有 你就是各选一档 所以如果你五十五岁以上的话 我觉得你大概可以有一半 甚至六成的部位 放到这种高股息的ETF里面去 那最后我们有一个网友提问 他说他从2015年呢 就开始定期定额 投资0050跟0056两档 那现在呢 因为手上可能加薪 或者是也去斜杠了 所以说现在有多的钱 想要再投资ETF 他就想要请问的是说 他要把钱呢 是放在原本就有投资的 这两档ETF里面吗 还是要去买第三档的新的ETF 然后他要该怎么样去分配资金 还有要买什么呢 那再对这位网友的问题呢 其实因为你选的标的 已经是台湾非常老牌的 这个所谓市值型的ETF 跟高股息的ETF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现阶段 因为就你的报酬率来讲 应该也是相对是不错的 所以就建议你继续持有 那至于你有新的一个资金 是不是要投入第三笔 要么你可以维持原来的选择 持续在投入原来的 这个0050或0056 当然你也可以来投资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上一段节目有去推荐的 就是说一些相关的 高股息的ETF 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那在这边呢 也帮大家试算了一下 就是说你过去 可能一些相关的0050 0056 为什么会建议你持续去持有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去跑了一个试算表 如果你是每个月扣款 5000块的话 那分别投入在0050跟0056 的分别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大概从2015年一路 投资到最近的现在 2024年的6月初这样子 那投资的期间 大概是8.5年 那这中间当然也有经历过 台股的高点 也相对的有一些 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你会发现说 这样子扣了8年多下来呢 如果你是市值型0050的话呢 年化报酬率大概有9.3% 那总报酬率是131% 那如果是0056高股息呢 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 你领到的这个相关的息 都有在投入这两个标的 那如果你是放到0056这个标的呢 这个年化报酬率就稍微逊色一点 是来到8.16% 那总报酬率是109% 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你过去选择的一个标的 如果是不错的 也带给你满意的报酬率 然后你自己也觉得 很不错的话 那会建议你新的资金 也可以持续的投入 那不要觉得说 我是不是就要 一定要换档操作 没有一定要这件事情 只要是好学生 好的标的请你持续投资它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可是我过去已经 我现在已经有资金 都持续投入0050 0056 我想换一点新的 好吗 可以吗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那像刚刚我讲的 就是说一些高股息的ETF 或者是另外一个新的市值型 00923 或许你也可以考虑 那如果是高股息的ETF 新的这个资金 我会建议你可能就是 00915 00918 跟00919 这三个标的 你可能就是选一档 那如果钱不会够的话 你就选两档 来一起去做操作 或许你在五年后 又可以重新再 做一次这个相关的 这个试算 真的你的对账 拿出来看看 是老牌的这些 市值型的ETF 比较厉害呢 还是新的ETF 或者是老牌的高股息 ETF比较厉害 还是立方老师 这次介绍给你的 一些新的高股息 ETF比较厉害 好 今天谢谢立方老师 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觉得有收获呢 记得要按赞 并且订阅起来 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在YouTube频道的 财富光喷节目 和你再见 拜拜 美国FET核实升息降息 牵动台股走势 如何查询 美国各项总经数据 从玩股网的国际分类 去到美国总经页面 CPI年增率 非农就业数据 PMI采购经理人指数 还有联准会最看重的 PCE变化 一目了然历史资料 更可以回溯至 1950年 玩股网 美国总经指标小功能 你记住了吗 MING PAO TORONTO